從以前就是 那已經很久很久了 不過有開發了很多新景點 新景點可以去 自己吃的方面 店家其實都會有附近的小攤子之外 店家都會賣一些吃的 因為觀光客太多了 所以都會沿路再看一下 就是說有什麼必須要吃的 就是說有什麼又要天堡都吃的 再看一下 你看我們旁邊就是鐵路 鐵路的旁邊就是海邊 所以我們從說有什麼 那個坐骨車的時候 就有點這樣 往來 往去 往來 然後 就這樣 直接就出這個 不哭也出得空氣了 其實整個東北角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東北角都可以看得到 看不到頭 角度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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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下面 來自家大街 角度不一樣 好 我們要來自家大街 來自家大街 寶寶 南京 中文字幕——YK 我們這個都不可以講,為什麼適合旅遊,我們知道嗎,因為它要開車人也很方便,也都會有停車艙,會不會花,然後也有孤島區 所以無論你是騎腳踏車的,或者是開車的,都會適合,好像連在一起,其實是分開的,一的很開 今天那個歸山島的重點已經不多了,現在都移出來了 有啊,還是有啊,少部分啊,它還是有,它還是有那個,那個廚房單會在上面,對,還是有 不過那邊的機名,基本上已經都簽出來了,那部分都已經簽出來了,還是有少數人在,因為那邊還是有國光客嘛,你國光客一定會帶動人潮嘛 那就看看,就在那邊賣東西了,那邊是有管制的,有沒有 外面啊,那個我們要碼頭那邊啊,進去當然沒有,因為那已經是管制的啦,那邊上面已經是管制的,我說碼頭啦,拍誰 那個碼頭那邊啊,你要坐船那邊不是碼頭嗎,碼頭都有很多在賣東西,那你坐船上去的話,基本上就已經是管制區了 整個是管制區的,沒有沒有沒有,那邊吃 你不要看海洞這麼映文啊,我們常常不是看稻子啊,那個鮑子不是地嗎 有著風狗浪耶,有著釣魚啊,東北亞有常常很多 常常很多在那種就是釣客啊 釣魚 所以還是有海邊還是有危險性 不是沒有 你看這樣好像很英文喔 什麼時候一個大浪出來就麻煩了 剛才旁邊有人就是騎著腳踏車 那個因為鬼話的好才會有這些 就是很多很多他們 因為現在台北市有很多那個騎腳踏車族的出來 因為現在火車現在我們沿線火車 其實有很多那個腳踏車出來旅遊的 都帶著一部那個自己的腳踏車出來旅遊的 其實很多 其實在世界上我們看看右手邊 再看大家看這個這個平台 其實很難 在全世界沒有幾個地方能夠看到海邊的 它的這個平台區 好這個是 這個是經過海水機外面的衝突 才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地形啊 你旁邊下去就很深喔 不要看出 因為它好像有平台喔 下去就很深喔 你開車比較方便嘛 你騎著摩托車跟女朋友出來上誤一下 騎著腳踏車出來都好 你看 吹吹涼風 有一次喔 我跟幾個同事 朋友 也專門都是攝影班的 就為了拍照 等那個 要拍那個晚上的那個夜行 就在 開兩輛車 然後都在海邊 聽著 聽著 就像你說的大哥說的 聽著 聽著 真的是很棒 真的是很棒 而且那個風 這樣微微的吹來 也不用開冷氣 就是吹海風 吹海風 你看我們今天多好 那你們在外奧喝咖啡 他可以欣賞 那個什麼 那個 人家那個什麼 那個 威閃 他又可以看到 威閃島的外 外觀 多好 對吧 那下面我們就要看沙雕 他順便曬太陽